聖誕節快樂 歡迎收看這個Chance Kitchen 聖誕你會想到甚麼成分 聖誕通常都想到最重要的顏色要鮮艷 紅綠綠 我覺得非常適合 而且通常大事大節 當然有些名貴的食材 一年一次的那些 一年一次的 金錢的味道 今天就叫做耳本雙人 耳本雙人 你看牠多餓 大大隻 好 我們介紹今天要做甚麼 我們第一道菜是這個Lobster Roll 我們先介紹這個食材 Lobster Roll 當然少不了龍蝦和麵包 這是法國的藍龍蝦 我們的食材提供蝦 這個地方可以有訂購 牠很好 牠是說這個已經刺身級別 雖然牠是急凍的食材 即馬上可以吃 可以馬上吃 用蒜蓉牛油去煎 然後到最後我們會再加這個 哇 這個不得了 這個不得了 這個名貴 這個威風 這個就是Fiction裡面可以訂購的 叫做意大利的紅蝦油 我們最後就會加辣一點 然後再加到包裡 好 第一件事我們先做蒜頭 吃得太好了 現在可以三個人一起煮 好像這件事可以很分工合作 但其實大家都在做一件事 好 這段時間我們可以先煎龍蝦 好 因為龍蝦的身體煎會熟 所以我們用竹尖穿的 就是穿的身體嗎 穿的身體不用嗎 穿的身體不用 網友會說它會熟 其實我們兩個身份都挺相似的 你說在自己的組合 那我就是我那邊的隊長 那你就是正副分明的副隊長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想像不到你那邊有12個人 其實你是怎樣管理這件事 其實 管理上 我們不是說用管理去形容這件事 因為都沒得管 大家都有各自的性格 我想我和Lokman只是盡力 希望大家可以做事的時候 開心一點 可以大家專注一點 令到這件事的效率高一點 阿man就負責令到他們的效率高一點 譬如有時候排舞 大家累了 可能會心散 阿man就是會用一個 領導的方向去領導大家 你應該要做些甚麼 大家怎樣去做 而我其實比較負責 是他們的一些心靈上 我看到有誰好像最近有些不開心 那就是吃頓飯 未必能幫到他們解決很多東西 那就是吃頓飯做一下聆聽者 讓他們開心一下 但我覺得隊長這個職位 也是會令人成長的一個職位 因為你有些事不能不做 你不做就死了 就不行了 你後面有一群兄弟在後面 你怎樣都不為自己的兄弟 我的情況是因為我們那群人 全部都太藝術家 真是藝術家 音樂人來的 他們其實是 有些是沒有真的外面正職那份工作的 所以他們在管理自己 或者管理所有不同的雜貓上 我覺得是欠缺一點的 應該要他們做 這個蒜油做成怎樣 其實牛油蒜頭已經贏了 現在很香 本身這東西已經很香 那個包好像很開心 其實差不多 對 總之其實… 好像藍芽汁一樣 對 你令到它不要太油 整件事好像變得多士乾身了 蒜頭也開始有些金黃色 所以我們就把龍蝦放進去 最重要的東西放進去 就不要放很久 分幾分鐘 分幾分鐘,等到兩邊的金黃色 千萬不要太老了 我們把這些芥末放進去 很滑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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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來了 不要關掉… 很棒 好 我那邊是每一個藍芽家 你真的叫他們做好自己的東西 做好我已經還神了 但你在管理上有沒有遇過 遇過一些很深刻的事情 在對內 最初是有點辛苦的 嗯 因為我會想 為甚麼我… 大家五個應該是平等的 為甚麼好像我一份 都會做多了那麼多事情 過了幾年後 我發覺其實是不能算這些 當你一開始計較 這件事就不成功了 我去開始成立這隊樂隊 我就有責任去看著整件事 當我學會了不去想計較這件事 整件事就很舒服了 那我就把自己的身分 變成不是這隊樂隊裡面的主任 或者是對他們的經理人 那這個心情就令到這件事很舒服了 那第一件事你一定要需要的就是放下自己 這個… 我也是覺得是 就是要放下自己 把自己的自我 就不要放在整個團隊裡面 因為你是要去成就一件更加很大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所謂… 對不起 放下這個油 放下這個油 我們先放下紅蝦油 這是意大利紅蝦油 好了 我們不要太多 如果問題太奢侈了 想推你的手肘 很厲害 我想說這個已經是… 紅蝦爪已經揚入了整個房間 這個紅蝦油 這個紅蝦油 大家都知道甚麼是紅蝦 就是那些蝦很紅 然後頭很大 身也很大 你也對這個紅蝦才認識相當深 我不知道這是甚麼 它是一隻很大的紅色的一隻蝦 好 你放開它 它就把蝦提煉成這個油 有一次我們上來這裡吃飯的時候 Tominic就給我們聞 然後就說這個油很香 好了 好 我們要開始把這麼名貴的 辣椒肉組合 就在一起了 好 咦 這是中火蕩 要不要拿一些龍蝦 好 先把龍蝦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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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做甚麼 I'm sorry 好 好 各位 這就是Fistion的負責人 你來幫我們 掌聲 掌聲 今天所有食材都是由他們的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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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香 這包就差 I'm sorry 這段時間我們就預備定一些上面裝飾的東西 我們就 因為有山西 今天有紅色 聖誕當然要有綠色 我告訴你 我應該沒有誰會拿這些做辣椒肉 辣椒肉 平時是 我們 很過分 我們 平時八幾塊吃的辣椒肉 我覺得很貴 這個你猜要這樣買多少錢 我只要龍蝦弄到四百塊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 好 怎樣了 好 多謝Vistion 多謝Tominic 真的 對 都是那句話,一年一次 我們待會如何裝飾 如何裝飾 包,然後龍蝦 然後擠一些檸檬 然後再用牛油蒜和蝦油 再放在上面 最後加來的番茜 還有少許紅椒的Tarrica 對,我相信味道會非常… 充滿海鮮味 還有剛剛也說過 這個藍紅蝦其實根本上已經不需要紫紫 其實是,它本身的味道都很濃 然後我們再加上紅蝦油 簡直就是浩盡了 這個就很簡單了 待會我們就會將藍度慢慢… 升級 升級了 夠了,夠了 夠了,夠了,夠了 我們先拆肉 好 我已經浪費了兩個包,不想再浪費 不用切斷的,在中間湯開一點 好像熱狗一樣 對,這個包跟一般熱狗有點不同 牛油比較多,比較脂肪 我們就很豪氣地整隻放進去 我先放進去拆了一下 好,很棒 其實這道龍蝦煎至半生熟 是,半生熟 是,半生熟 是,全生都可以浪費 不過它要半生熟的時候 才會提供龍蝦的鮮味 那我現在不會太熟油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了 你用牛油和龍蝦 再加上紅蝦油,你淋上去 其實底部的這個油 現在是最後一道好吃的 意粉、飯、蔥、蔥 很美味 可以的 很邪惡 OK AK,放一點檸檬就好了 我想不要浪費 很痛 你看,你擠進去那裡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好… 好,我們… 你先把番茄上去 你看,龍蝦味全都在嘴巴 沒有,用蝦油嗎 對… 好 好 真棒 我們不如給他一個名字 給他一個名字吧 他… 他叫做奢侈龍蝦包,好嗎 不要… 不要…我們稍後一點 稍後一點 法國藍龍蝦… 包… 不是… 不是,意大利紅蝦油 法國藍龍蝦包… 包… 各位,過來吧 試試看吧 我拿吧 好 內蝦… 是否可以 好,我一定會吃 吃個白蝦 你看見嗎?龍蝦油 可以嗎 很有趣 真的很好吃 這是… 包、龍蝦油 是否不說呢 這是真的很好吃 它… 其實… 也不用說,其實是很難不要吃 對 沒有,它的配合其實太好了 真的好吃,除了好吃之外 其實這個和我吃過的很不同 因為我剛才說過了 因為龍蝦不是最新鮮、最美 它會加上沙律醬和其他食材 這個只是龍蝦的味道 然後加上龍蝦油是非常霸佔的味道 根本是沒那麼堅定的,一模一樣 在一模一樣的味道 我們這個叫什麼名字 法國藍龍蝦 不是,意大利紅蝦油 法國藍龍蝦包 剛剛吃完這個龍蝦包 喉嚨有點乾 我覺得是要揉一揉 是的 今天有一個湯,我們交給Wendy 我們還有這個蠔湯,你揉一揉口 剛才我們耳半雙人開 平時我是用桶蠔的 但今天我打算用一些名貴的新鮮蠔 你有沒有幫我開 嗯… 我有點害怕的,不知道是否有任何東西 不要緊,我找專家來 阿明 你轉上來,你轉上來 你轉上來 你轉上來 就是好啊 那麼Nomi,你開河,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 首先呢 最好就是戴上手套 用一杯乾淨的飲用水 因為要保持洗刀 因為蠔本身的鋼也有很多雜質 嗯… 還有,還有一個謙卑的心 不要打算自己開河很厲害 這樣就不會有事了 即是我要開你了 是的 那我就做一些操重的東西 OK,知道… 我要開你了 OK,好 我操重一點,我先炒柔蠔 好 我先幫你開著蠔 那我就用牛油炒柔蠔 先用牛油炒柔蠔 就是這個三點鐘的位置 是的 溫柔一點 我經常以為開蠔是要在… 我也是,我都以為在底部開的 其實有兩個方法 如果在底部開,就… 嘩… 嘩… 把這裡,你看到很多… 碎碎 對,就會放進衣服 這樣就好了 輕輕開了之後,就不要硬扯爛 那它有個帶子 然後就隔開了 剛才你一開之後 倒出來這麼多水 就代表蠔很新鮮 是的 通常倒出來 第一轉就是本身的海水 那隻蠔就是靠海水去養 你倒出來之後 我剛才隔開了… 它就死了 對,它就開始慢慢吃 但其實… 你敬畏一點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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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蠔吸了海水 你再隔開它,就會一直有水 就會開始吐出海水 好 我以前… 我以為自己也很喜歡吃生蠔 我以為小時候去吃伏菲的時候 你吃過最多,吃過多少隻 我想我起碼吃了一大 一大以上的至少一個人 不可以 我想有20隻可以 以前吃伏菲 因為以前吃生蠔 吃到的機會最多是吃伏菲才會吃生蠔 對… 就不會很少特意自己買生蠔 回來自己開來吃 而且現在又有疫情 始終吃伏菲都多人 又不是那麼好去那麼多人的地方 如果真的自己會開蠔 其實買回來自己開 不是,你在這裡訂了 它會幫你開嗎 對,我幫你開 已經解決了,問題 簡單 好了,現在是炒了洋蔥 然後先灑一下蠔 我暫時大家慢慢 我可以試一下嗎 真的沒有嗎?教主 暫時沒有了,謝謝… 謝謝… 再見… 我們兩個男人在炒洋蔥 好像很甜 不如我們繼續說回 我們的隊長故事吧 好 不是,其實我想… 除了隊長 我想說回你之前的事 我知道你是在舞蹈 其實你喜歡跳舞還是唱歌 兩樣東西都喜歡 兩樣東西那個… 帶給我的那個… 快感很不同 快感很不同 快感很厲害 但如果你說唱歌和跳舞上的快感 就是唱歌上我可以… 我的情感會強一點去表達自己 是 但跳舞上我就可以… 很自在地去散發我的能力 即是有甚麼很不開心 很累我可以跳一隻舞來解決這件事 在這個時間關係 在長時間炒至差不多的時候 先把薯仔放進去 再炒一炒 最後我們把牛奶放進去 對,牛奶 把牛奶放進去 現在的狀態變成這樣 然後慢慢煮沸 然後下一個大廚 五分鐘左右 然後就可以用Blander打爛它 就完成了 差不多了 我們加大一點火鍋去煮軟一點 好 所以裡面是牛奶 洋蔥 洋蔥 薯仔 這個就是那個… 粥打湯的底 還有剛才那個… 豬頭的水千萬不要倒 沒錯 精華 一會倒進去 剛剛之前我們都… 11月的時候 我們都一起做過一次show 其實那次好玩的 希望我們接下來可以有機會 再去一個大一點的場所 我再玩過 好了,我們現在剛剛煮沸了 煮沸了,我們要加蠔水嗎 Wendy 是,麻煩 這就是生蠔的精華 好 然後… 攪拌它兩下 麻煩你幫我放在這裡 好 Wendy,麻煩你幫我加一半熊 一半熊 一半熊 好 這樣吧,好嗎 好 好 這些就是會攪碎嗎 對 這些就是最後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對 但如果要用冰鮮蠔 就要用鹽拿拿去和過水 酒的水味 對,要煮沸了 然後再拿去煮 煮蠔水才可以留得住 對 但生蠔就可以遲到一步了 明白 好,可以了 好,我們先關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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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聽不到 對 好 真的完全聽不到你說什麼 搞什麼 好,搞定了 搞定了 搞定了 我們拿回來再收水 好的 剛剛做了什麼呢 就是我們剛剛上一個步驟就是 就是煮沸了,加上蠔水 其實我們要在一個攪拌 把所有材料和廚仔打爛 打爛它 對不起 大廚繼續 繼續打爛它 打爛它 你幫我燒這個 燒這個嗎?好 好 很害怕 很爆炸 其實你做了什麼呢 現在我不知道 我跟隨大廚煮的指鹽 就是加牛油在蠔上面 再辣一辣讓它更香 然後放在湯面上就可以了 去將聲勢 去將聲勢 是不是OK的 其實我覺得煮食是有火槍 才有氣勢 加牛油 一點 厲害 那我講什麼 差不多了 我講一個我的經歷給你聽 吃三號 好 你剛才說最多吃了一百兩隻 差不多二十隻 我最厲害那隻只有四十隻 神經病 那時候有一間餐廳 它想吸引人家吃飯 它就是在你吃飯的時候 你可以無患 那我就在頭館 湯 煮菜 甜品 甜品之後 我都不斷了 吃了四十隻 對 我跟我爹一起吃 很開心 我第二次再吃 去過的時候 他已經跟我們說 我來一個新的規矩 就是你要在吃頭館之前 吃完的蠔 之後就不能再喊 好沒問題 那我就在頭館之前 吃了四十隻 好 第三次回去 他已經結業了 你們很差 一旅到別人走 我想他走錯了我市場的方向 那個餐廳以為沒事 你吃了多少隻 展規都是我這麼瘋的蟹人 你不同的時段叫 我再避一避你 只是頭盤 都是勒去不住 不能避 我真的最生氣的時候 是吃四十隻 這個很棒 你不如試一下味 好 我已經聞到很香 我先嘗嘗 剛剛加了一點鹽 好吃嗎 好吃 一定好吃的 你不好味 你將來長大也行 好了 這個味道差不多 好 那我們就… 上碟是嗎 上碟是嗎 這個直接放在碗上 對了 對了 剛才Dominic教我 就把這些我們剛才辣過的蠔 放進去 好像手術一樣 對 好緊張 這個真的是餐廳的擺法 剛剛Dominic說 不要弄走那些泡 不要弄走那些泡 真的有那個… 好像那些份子到你 我已經弄壞了碟 不要緊 我幫你買一買 是不是很少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了 那些泡 那差不多了 對…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Wendy煮你的法國… 星紅煮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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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粥打蠔湯 好,大家嘗嘗 我們要嘗嘗了… 我們要嘗嘗了嗎 我們現在最後有一個 芝士脆片 去張聲勢 對 我們就可以放上去 其實這個就是代替了 我們吃粥打乳湯的那塊 是否叫威法餅 梳打餅 梳打餅 威法餅梳打餅 對不起 好,又可以收到50元了 YES 我… 我… 還贏 對 對 太好了 而且這個聖誕大餐 你要給錢買這個漂亮的碗 是 要不然你無法發揮這個蠔湯的精子 沒錯 最重要是小 我來給錢買補充 なんか說 這個聖誕大餐